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它說呢 第一小題要求C20取17加上C20取18呢 之指 C20取17加C20取18 讓我們想到上面的數一樣 下面差1 這個好像跟巴斯卡三角形 巴斯卡定理有點關係 我們知道呢 巴斯卡定理是什麼 巴斯卡定理是 內容是呢 寫一下巴斯卡定理的內容 是CN-1取K-1 再加上CN-1取K呢 會等於CN取K 所以由巴斯卡定理 我們可以知道 故怎麼樣 C20取17加上C20取18呢 從這裡來看的話 都是N-1 然後是K-1跟K的話 那麼CN就是21啦 然後呢 K是18 所以C21取18就是 C21取3啦 那我們把它算完 21取3就是 21乘以20乘以19 乘以19去除以呢 3接 好 也就是6 所以3乘2乘1好了 我們這樣算比較單純 3呢 跟21 約 就變成是7 那2呢 那2呢 跟10約 2跟20約 所以變成是10 所以算一下 7乘以19是多少 好 19乘以7 9 7 63 3 6 7 7 133 再乘以10 所以這邊的答案呢 是等於 1330 OK 這個是我們的答案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小題 欸 第二小題呢 則看起來 還複雜多囉 從C2取0 加C3取1 加C4取2 加C5取3 一路加上去 可是 這個式子呢 我們怎麼看都 不知道 可以怎麼解 因為 如果要用 巴斯卡定理的話呢 我們至少要怎麼樣 有某兩項 它們上面的這個數 要是一樣的嘛 都要是C N 減1 好啦 可是這邊每一個數都不一樣 要怎麼辦呢 不一樣 我們就給它用臭的嘛 對不對 你想想看喔 這個C2取0是1嘛 C2取0不是跟C3取0是一樣的嘛 那有C3取0跟C3取1 就可以拿來做事情啦 對不對 所以我們呢 乾脆這樣子改 原式 不是就變成是 C3取0 加上C3取1 把C2取0 變成C3取0 這個是呢 我們的小手段 好 那這邊呢 繼續加上去 C4取2 C4取1 然後加C後面照超4取2 加上C5取3 加上C6取4 加上 加上 來不就是什麼 來不就是什麼 C6取3嗎 那C6取3呢 再跟C6取4 加在一起 不就是多少 變成是C7取4嗎 所以你發現呢 這個加完以後 都會變成一個什麼 都會變成是一個 X3的東西 那這裡有C7取4 這裡又有C7取5 就會變成C8取5 然後呢 一路呢 這樣子加下去的時候 加到最後啊 我們知道呢 這個等下去 最後加到前一項的時候 前一項是什麼呢 這個前一項是 還原一項 應該是C呢 19取17 好 你加到C19取17 加完呢 其實應該就會變成 C20取17 就是一個X3的東西 所以 你發現 欸 你一路用 巴斯卡定理 用到最後 這邊就變成 C20取17 加上 C20取18 最後一次 再讓你用一次 巴斯卡定理 就變成是C的21取18啦 這個你剛剛已經算過了 就是C21取3 我們就不再算了 答案就是 1330 好 這個題目呢 雖然有一丁丁的技巧性 但是這個地方 在提醒你的是 巴斯卡定理有個強烈的特質 就是有的時候 他常常會呢 一下就迎刃而解 當你呢 第一個 好像是連鎖反應 啟動了以後 後面就一路可以這樣 加加加加加加 然後呢 最後就變成 很簡單 漂亮的 一個組合符號而已 OK 這個題目 希望你可以 多想想看